那今天基進黨早上有些黨部那邊地理 就是希望委員能夠簽署那個 就是絕不投降的承諾書 那委員會不會簽署嗎 我覺得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中華民國的安全都是我們非常認可的 我不曉得這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情 有必要來做一個額外的儀式 來做這樣的一個簽署 我覺得基進黨應該去找我們三軍統帥先簽署了 這才是一個比較能夠達到他們目標跟目的的一個方式吧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他們想要蹭聲量 不過我還是強調保護中華民國 還有中華民國我們是絕對是認同的 那有沒有必要做這樣一個額外的一個動作 我還是強調請經濟黨的人搞清楚對象 三軍統帥才是應該簽署第一個簽署的一個目標 前幾天在媒體專訪的時候有什麼叫做選情的堅困想像中還要堅困 然後你說一生中的挫折 沒有我意思說因為以前都是只要自己很認真努力就可以把事情做到最好 可是選舉是有幫方面面有非常多的一個狀況 那的確這個到高雄來選戰是比想像中的一個辛苦 但是就像成如我們今天看到很多的議員 他們在地方扎根的非常的深 跟他們聯合站在一起來做統一的一個戰線 我相信這個選情會慢慢的特別是在9月10月的時候 一定可以慢慢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一個成果